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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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人在吗 在里边 确定啊 确定 大哥,按摸吗? 多少钱? 五十 出疗呢? 谁敢跑? 不认识 好,他们分享给你 你选择 他本身的没时间 这么高 他就在 area 我们下座 我们下班人 他快走 有个人 有个人 对 不认识 我差不多 现在可以 这样的时候 他要把手席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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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到舒安公安局 就进入了舒安最有名的刑警之一 姚长军的大案队 我怀着忐忑的心情 果然一来就是刺激 怎么这么慢呢 一百多公里路上堵车 枪不了着了 四个嫌疑犯全部落 长军 两天梁启明案 死了三个人 什么梁启明案 石头乡杨家城 果肖乡冯村 两户人家三条人命 女性被害人被强奸杀害 男被害人都被剁掉了一根指头 这是典型的恶性案件 当地派出所的从事已经去了 并且控制了现场 省厅同意 立即成立118作案组 任命你为作案组组长 马上展开侦探 杨家城是第一案发现场 从村案为第二案发现场 市集已经调动警力 封锁了出事的主要通道 你们在侦查过程当中 发现有可疑人物和可疑车辆 要立即扣留 这家人的经济太凶了 我们拦不住了 这是杨家村的村长 你好 那咱们进去看一下吧 好 这干什么 怎么这么多村民 这都是对附近的村民 沾亲带故的 人这么多 我们也管不住 你们不懂得保护现场 不是 我们来的时候就已经这样了 村长 能不能想个办法村民多轻出去 我轻了 可是他们根本就不理 我说了也不听 进去吧 让一让 让一让 往后点 让一让 让一让 在吗呢 老乡们 你先进一进 我们是警察 来这家现场 你们先退出去吧 老乡们 你不能看 一个大男人家 你看啥呀 这女孩子被糟蹋了 还有什么好看呢 你们要干什么呀 警察同志在破案 你们都闪开 你给我滚出去 你让谁滚 你也滚出去 我就让你滚出去 你还敢这样 你还敢这样 大妈 我们是警察 现在要办案 麻烦你回避一下 好不好 我们这儿是有风俗的 人死了是不能动的 大妈 这两个人是非正常死亡 我们现在要勘察现场 你听明白了吗 大家安静一下 我们是在办案 跟大家配合 老队 我们接一来这儿怎么办 这儿离逢村有多远 一百多公里 这样吧 这儿的村民 情绪都比较激动 我会问来 先去第二个县长 你和这儿的派出所同志呢 先做做工作 等把工作做好了 我们再过 这样两边的时间都不耽误 是 喂 局长 我向你汇报一下 第一现场已经被村民破坏了 而且群众的情绪非常不稳定 为了不发生冲突 我们已经撤出来了 现在刚好第二现场 我知道了 我马上派人处理这件事 你们进入村中 要将决方式方法 妥善处理好村民 以及受害人家属的关系 好 知道了 别哭了 别哭了 是呀 大娘 别哭了 再哭也不能把人给哭活了 你还要保重身体 大娘 我问你 这个杨和年家和别人结过仇吗 对 我想起来了 一定是镇上那个黄老五 他去年回家的时候 就要和和年换亲 我家侄女死活都不愿意 他一定是怀恨在心 回来报复来了 大娘 你说清楚点 哪个黄老五啊 就是镇上卖猪肉的那个呀 对 瘸腿那个就是 李警官 你知道这个人吗 我知道 走 带我去看看 那这呢 找所有人先盯着 行 大娘 我们就先走了 谢谢你对我们的配合 你保重身体 老房 小李警官 买肉啊 咱这肉可新鲜着呢 我不买肉 这是咱市区大案队的李警官 找你到家的情况 你叫黄桂明啊 是啊 有什么事 昨天晚上九点到十一点之间 你在干什么 九点到十一点 睡觉了不 睡觉 你当时在哪睡啊 在家呀 有人能证明吗 这我一个光棍这 哦 对了 那个时候啊 我没在家 我在杨家村呢 杨家村 啊 你去杨家村干什么 杨家村杨和年 本来想让我娶她家妹妹的 可她妹妹不大乐意 这不我就颠了两瓶酒 两斤猪肉 想让她去帮忙说个情 你什么时候离开杨家村的 这 这我就记不太清楚了 你告诉我 有谁能证明你当时在杨家村 村长 村长能证明 喝多了 是村长一路送我到镇上的 村长 李警官 麻烦你带她回所里一趟 给她做个笔录 好 不是警官 我说的都是真话 我可什么事都没干呀我 没说你有什么事 你就配合一下 跟我们回所里录个笔录就完了 这 这我还做着生意呢 我 不会耽误你做生意的 很快就完事 那 那 那我安排一下 啊